我剛才講到,你為什麼會選到它? 因為你剛好主在這張貧運上面 那我待會兒給你們解釋這一段 我們現在來看,所以人際關係中,我們來思考一下 第一個,這張圖代表的是什麼? 上面的這一個代表邏輯性 下面的代表隨意性 代表創造性 所以上面的人是誰創造的?邏輯性是誰? 晚上,對不對? 下面這一個代表食杀 我找這個圖找好久 所以讓我找到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你要一個食杀旺的人去做這個東西 有沒有可能? 比較膽大,比較膽大 他比較喜歡天馬行空 那你要一個讀書規規矩矩矩的意識功名 背得很好的人 去設計出這個東西,有沒有可能? 也比較難 所以這兩種人他天生就有這種衝突性 所以當他們相處的時候,就會開始產生這種衝突 所以做老闆最聰明的就是讓這兩種人共識 然後他們兩個會有衝突 但是他們兩個也會互相制約 對不對? 他會讓上面這一個人不那麼的死板 讓下面這一個人不那麼的隨性 對 好,然後接下來 所以剛剛講 一個桃花園碰上一個巴菲特 會怎麼樣? 他的衝突性就會出現 好,那一個是 一個是充滿理想性 他想做大事 一個是說 我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再說 一個人是對於錢毫無觀念 一個是對於錢斤斤計較的要子 其實沒有誰對誰錯還是個性問題 好,再來 那我們再來思考 硬跟食商的人碰在一起會怎麼樣 他們兩個我剛剛講是一致性啊 他們是一致性 但是他們有沒有衝突性 我這兩張圖代表是什麼 一個,這個是誰? 賈國師 對 那個蘋果的創辦人吧 他就是一個標準硬的人 很聰明 然後呢 下面這一個人 他是一個比較 是時商隨性的人 這兩種人 他們的最大從容圖點是在於 一個人重視長遠的規劃 一個人重視眼前的利益 一個人重視動手做 一個人重視先想清楚 所以經常我會跟 時商旺的人講說 你要加一點印進去 加上一點印進去 會讓你的行動變慢 想清楚之後再動手 我們經常講 我要 work smart 而不要 work hard 所以 像那種時商旺的人 他就屬於work hard 很努力的工作喔 做事情 反正他動手做 他就衝出去就做了 但是他不會先 他不會先坐下來 三秒鐘想清楚之後再去做 那這種人講話 時商旺的講話 啪一下就出去了 完全不會跑去後果 對不對 現在有了 現在會了喔 我有替他 含羞啊 好 那 你要 但是印望的人呢 他就是想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呢 到最後還是不願意動手做 因為他覺得想得不夠完美 所以當這兩種人共同工作的時候 就會發生問題 對 所以兩個如果是合夥人 一個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做事情這麼慢 另外一個想說 你為什麼做事情這麼快 這麼快 誰對誰錯 其實兩個人中和起來最好 好 所以我們經常會對於 譬如說 像這種 像這種死傷亡的人 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你最好找一個 印望的合作夥伴 那對於印望的人 會說你找一個死傷亡的合作夥伴 讓我們的專長能夠互依頓 接下來 我們要講的就是 選擇性的問題 我剛剛是會講到Brain Chemistry 當我們走到 當我們天生下來 有一個Brain Chemistry 這是我們的八子 我們天生就是這樣子的思考 過激的人 好 那麼 我的大運的改變 流年的改變 它就會影響我的Brain Chemistry 它就會讓我的思考模式 有所改變 我的做法會有所改變 所以齁 在我的研究裡面 我認為齁 所謂的大運流年 它是一個filter filter是什麼意思? 它是一個過濾器 譬如說 當我走在這樣子的大運流年中 那種我身邊經過的人無數 但是會留在我的視線裡面的人 會被我注意到的人 就是屬於現在我的Brain Chemistry 會去注意的人 這樣偏倒嗎? 所以譬如說 當你走時傷的運 你身邊經過的所有人一面 只有時傷的人能夠在你身邊 其他人不是不經過喔 其他人是經過之後 你認為他是無用的人 你把我顧慮一點 所以其實啊 我們生命的重點在於哪邊? 如果當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時候需要這個東西 但是我走的運又是反的 或是不屬於這種的 那我們就要把我們fuelter比較大 我們就要注意 身邊如果有走過這樣子的人 那我們就要把他留下來 這個就是 所以這就是我一個研究的結果 真的很巧 所以 為什麼你一個觀沙望的人 會去找一個時傷的老婆 因為你當時走的變高於時傷 所以你會 在你身邊所有經過的人裡面 你會只留下時傷的那個人在你身邊 其他人你會越過 並不是你身邊只有這一個人喔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經常 由他結婚的時間點去推算他對象的情況 通常會很準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那有時候這種 這種chemic學的東西我們真的 很 覺得他非常神奇 當你在某一個流年生錯的孩子 通常也會具有你那個流年的特性 也就是說 在今年 就是說假設今年是你的 時傷的流年 今年在你身邊所出現的人 事物都會屬於這種 那這種人有的帶給你 帶給你歡樂 帶給你錢財 有的是帶給你煩惱 那就看你命局的喜劑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經常在講的一個 大運的關係 但是大運的關係 之前應該沒有人去提到說 他跟你的這個filter的關係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的研究結果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filter 好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應望的人 就以愛因斯坦 來做為一個比較帥 特別聰明 當愛因斯坦 你把他放在研究室裡面 會怎麼樣 做得非常非常好嗎 而且他自己會覺得非常非常快樂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叫做他走在對的雲上面 但是會不會賺錢 不一定 對 不一定 對 那如果他研究這種人 這種人走在這種運的時候 他通常會非常專心於研究他想要的東西 會不會賺錢 其實真的不一定 看他能研究出什麼成果 這種人叫做將名求利 他如果能夠研究出特別好的東西 他也會成名 那這種人走這種運 通常我們會建議他去當大學教授 當一個救援 會比較好 那如果他這種人走這種運 然後他去銀行換理財產品 當理財專員 會怎麼樣 會 會 會做不好 好 那這個我們舉這個例子 是一個叫做官煞的運 就是說當他必須要去做一些跟官煞有關的事情 就是非常Routine 每天都做重複性的事情 他會怎麼樣 當然一個硬旺的人 很聰明的人 你知道每天都做重複性的事情 會覺得怎麼樣 受不了 受不了啦 對 因為他的頭腦非常聰明 跟他活躍 就完全不能用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在硬旺的人身上 當他走到這種運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是他一輩子最苦的運 每天都要乖乖坐在那邊讀書 然後每天都要乖乖坐在那邊 做一些他不是那麼有興趣的事情 但是又不得不做 好 那 所以 這種運 他會覺得 其實他會覺得 其實他經歷過這個運 因為硬 硬格有很多種用法 有一種用法 叫做硬旺勇觀 那通常他經過這種運的時候 人生經過活力 他會更成熟 所以這種運 通常是他上升的運勢 但是他自己不覺得他很上升 他自己會覺得說 這是我人生中很苦的時候 但是他忽略這個 帶給他背後的成就是什麼 這種歷史我遇過非常多 然後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人 明明自己應該最了解自己 但是到最後我發現 其實人真的不了解自己 我遇過很多運望的人 當他走關於這時候 他就一直告訴我他很苦 我訴苦 說那段時間他多苦多苦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一生中 什麼時候是你成長最多的時候 他恍然大悟 真的是這段時間他成長最多 那個每天要求他逼他的那個人 其實是他的貴人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好 最後這張圖片是什麼 這張圖片 他是一個新聞事件 北京 在北京的某一個地方 然後有人用了一個低俗的行銷說法 拍了一堆女生 然後穿個比基尼 然後在路上走路 然後呢 在屁股上還貼一個二維碼 QR code 然後大家去找 這個 這個會不會吸引人家的眼球 很吸引眼球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對於這種說法 非常失之意 有沒有舉手一下 好 謝謝 那有沒有人覺得這種說法很好的 沒有人敢舉手你看 其實說實話我真的居然不錯 所以你要這種人去想這種低俗行銷說法 他會覺得怎麼樣 他會不習慣 他會不習慣 那如果說 這種人他剛走在這種運 然後老闆逼他必須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 他會受不了 他就辭職 就不想幹了 他就覺得 哇 我的人生怎麼莫苦 但是其實啊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那一個 比較靈活 比較具有市場性的人 躲在這種運上 這樣去做這種事情 他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 做得非常好 所以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運難道真的有好壞嗎 其實運真的沒有什麼好壞 只是你喜不喜歡他 再來 小S喔 是一個標準的 時尚旺人 所以小S經常說他 會家暴 但事實上我都知道 一定是他 家暴勞工 他就是一個 標準時尚很廣的人 非常的 領牙立直 隨性 不受寬 才華洋溢 會發現他講話 完全沒有邏輯 就是剛剛畫的那隻斑馬 有沒有 他是一個完全沒有邏輯的人 所以你要這種人 去當兵 你現在開始 如果小S穿上軍裝 叫他逆證 站好兩個小時 會怎麼樣 對啊 一定跟我來動去 那如果你要小S去做 規劃性的工作 可不可以 可以 呃 等一下 這裡所謂的可以 應該是說 我這裡所謂的規劃性工作 是做一個比較長期性的規劃 比較野舊型的東西 比較不適合他 野舊型的東西就比較不適合他 然後如果讓他去唱歌跳舞 那最適合他 這就是一個時尚旺的人 他走時尚運他會覺得很快樂 那讓他去走財運也可以 因為時尚生財 他會有一個目標去賺錢 但是你叫他去 他走到應運的時候 其實走到應運其實是不錯的 逼迫他去提升他思想上的層次 逼迫他走慢一點 逼迫他不要那麼急著做決定 他會覺得被壓抑了 但是這個壓抑過程 對他來講是一個成長 但是他比較怕去走到這種怪的運 因為一旦有約束 他會反彈 那有反彈就會出事 所以就會產生官司 會跟老闆鬧衝突 會辭辭不幹 通常都是這種人走到這種運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壓抑 但是換句話來講 他走到這種運 他如果真的去走過了 其實人生中 人生的思路也會不一樣 好 那接下去 我這裡就以一個包青天 來代表一個慣望的人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包青天去唱歌跳舞嗎 其實啊 其實啊 包括青天唱歌跳舞應該會蠻可愛的 就好像我們柯文哲一樣 那 我呢 我的學生就告訴我一個故事 當一個觀很旺的人 譬如說像造幣見光的框河 他如果走到實際 他本來是非常一絲不苟的人 當他走到實際上 他竟然會受賄 收取賄弱 因為思想變靈活了 在大陸的用語裡面 叫做腦洞開了 腦洞開了聽懂了吧 所以他的思想會突然變了 他頭上 他頭上就會突然覺得 啊 我現在原來是可以這樣子做 他的那種靈活性就會出來 所以 你現在看如果包青天 讓他走到實際上運 這樣去唱歌跳舞 他會覺得不習慣 但是呢 他 這個經過思想上的變化 他反而可以去做出一番新的事業出來 他會變成本來是一個 很懂的自律 很懂的自我要求 做生努力的人 再加上 他的靈活性又出來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經常在八字中 我們有聽到的一句話叫做 食傷至煞 我學過八字都聽過這句話對不對 但是也不知道食傷至煞是什麼 我現在告訴你們 就是包青天學會唱歌跳舞的時候 叫做食傷至煞 這樣懂齁 所以很多人賺大錢的人 都是八字援舉實 彎煞很旺 很自律很努力很自我要求 但是不懂得變頭 長大之後 他突然想通了 突然腦洞開了 然後他身邊就會出現一堆食煞旺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人 因為他的filter把他流住了 這樣聽得懂齁 所以他就突然腦洞開了 身邊出現了一些很靈活的人 然後幫助他把腦洞開了 幫助他思維上有所變化 那叫食傷至煞 他就賺錢 然後呢 你要讓這個觀望的人 去做行政記帳工作 那沒有問題 因為他本來就是耐得住寂寞的人 那如果讓這種人去做研究工作 那應該問題也不是很大 接下來 來我們看一下齁 所以說我 後來我就去自己 對於命令 我就發併那個名字 叫做 命運 而不是幻運 你們在古書上都會看到 這種人走這種運 就會加過人亡 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 那 古人就把它稱為幻運 但是對我來講 我後來的體會是說 其實 後來我在算命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 很多人 他走在這種運勢的時候 不見得很壞啊 為什麼同樣 同樣走這種運勢 他沒有很壞 你很壞 那關鍵在於你的心態 還是不去面對他 所以 後來我覺得 把幻運改成 逆運 會比較好 就好比 你讓小S去當病 那叫做逆運 你讓包新天去唱歌跳舞 那叫做逆運 但是逆運難道一定不好嗎 他只是不順整個性而已 所以我覺得 人生命運 應該把它更有層次的去講 它叫做順運跟逆運的差別 而不是好運跟快運的差別 所以這就是呼應到我們今天的全球 叫做人生沒有快運 好 來 所以 十神有這個循環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 那這個循環就是所謂 就是有過圖的一個循環 好 呃 那這個聖課順序 我路上都查得到 我就沒有再做介紹了 那這個循環 當你發生在不同的情況的時候 它會有不同的變化 好比 如果 你現在 是 對不起 這樣子代表出現 如果 你現在 是 感情的循環的話 食傷它代表的就是一個感覺 好 那 當我走食傷的運的時候 我就會對一個人產生感覺 然後 接下去走到財運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 感情 然後走到官運的時候 就會產生責任 所以 男生 會在 哪一個階段結婚 結段結婚 來我們還是舉個手好了 男生會在哪個階段結婚 舉手一下 責任 等一下 剛剛說感情的是哪一位 又是你 好拿過了 還有 其實男生是 男生是在 感情的階段結婚 女生是在責任階段結婚 女生是在 官運的時候結婚 男生是在財運的時候結婚 所以啊 男生決定結婚會比女生快 對 對不對 男生啊 通常有感覺就可以那個了 女生通常要有感情才可以的 對不對 沒錯 沒錯吧 齁 所以這就是死神嘛 這就是財 這就是官 那 但是啊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的點是 男生走到感情域結婚之後就會走入 官的運就是責任的運 她就要為家庭負責任 但是 女生走到責任的運之後 她走路的是一個硬的運 就是有人照顧她 有人陪伴她 所以婚前 男生比較衝動 婚後男人比較辛苦 那也有相反的啦 那就是你的格局本身不一樣 就是譬如說你遇到老公是一個史上忘了老公 那就不一樣 好 這是一個大體上的循環啊 然後 經過這個硬的運 硬的運就是已經感情已經慢慢消失了 而只剩下一個陪伴的功能 好 然後接下去就是結束 但是這個循環 有可能它是一個大運的循環 也就是十年十年的循環 它也有可能是一年一年的循環 所以說 當一個人 他的個性穩定性不夠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每隔幾年 就走完一個循環 然後有些人呢 甚至會發現 他每隔幾個月 就會走一個循環 命理一直都被視為玄學 籠罩著神秘的面紗 你知識如同大海般的浩瀚 需要閱讀大量的古書經典 加上大量實務經驗的配合 才能融會貫通 老師把古書堅設的內容 整理成教材 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教授給學生 且要願意無私耐心的指導學生 八字不好學 所以不能跟錯老師 八字其實也很好學 只要你把理論跟邏輯搞清楚 就能學會 我是吳尚義 計算機工程碩士 八字其實就是Patterns and Clustering 我以西方邏輯理性的思維 來解讀中國傳統的命理學 讓命理符合科學 成為解決人生困惑的工具 人的運勢有起有落 就如同五行的氣 它也會有生滅有進退 當氣的進氣的開始 就是一個人的事業感情運勢的開始 當氣走到頂點的時候 一定會有盛極而衰的情況 人以為這是無常 其實這是天地的常理 所以氣的強弱 氣的進退 是學八字的事業 學習八字以格局和用神為主 格局就如同數學的公式一樣 每種公式會有它的解法 所以我們只要把所有的格局搞清楚 所有的八字密盤一定都能夠迎刃而進 很多人學習八字 會覺得要背很多東西 很難背不起來 其實八字 它是一個嚴謹的數學跟邏輯 它是靠理解 所以我們只要把石天干 跟蛇地支搞清楚 把格局搞清楚 把大運、流年、天干、地支 之間的深刻智化關係搞清楚 其實八字不用背任何東西 你一定就可以覺得非常的好 在互聯網的時代 我以網路直播的方式 對全世界學生做八字教學 只要你想學八字 我可以保證 讓我們一直指名而噪音吧 吳老師的八字課 是網路上最好最正統的八字課程 如果你以前在其他地方沒有學會 跟著吳老師一定可以學會 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跟吳老師學習八字命令 在這之前我曾經花了半年的時間 跟另外一位老師學習八字命令 可是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呢 我完全看不懂自己的命盤 在這裡要非常謝謝吳老師 謝謝他非常的有耐心 然後非常的細心的指導我 我住在英國的倫敦 我已經上吳老師的八字 還有六搖掛的課上了一年多了 我是在YouTube上面找到吳老師的啦 其實到現在我還沒有跟他見過面 剛開始有點擔心會不會是什麼 什麼詐騙集團 但是上了之後我真的很高興 也很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找到吳老師 他這種教學的方式真的很好 然後他所有的課程是很organized 然後很多details 我覺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幸運 I can recommend this course to everyone 我是吳老師的學生 我叫Vicky 是做導遊工作的 那麼跟隨吳老師學習八字 有兩年多了 我受益匪浅 那麼在跟其他別的網站上 是沒法相比的 如果能夠看到吳老師的視頻的話 大家都會喜歡的 希望大家能夠跟隨吳老師 好好學習八字 吳老師很有責任感 對學生很盡心 課程內容都是乾貨 網絡課程也很容易吸收 有一段時間 吳老師能用特別通俗意義懂的語言 把特別難懂的古文 知識朋友們交給我們 我受益匪浅 上了吳老師的課 我覺得吳老師講的特別生動有趣 深入淺出非常容易的懂 而且給我們的觀念也特別的好 對我人生事業上都非常有幫助 現在呢 他在上海 有做燒生的狀況 非常好 學生 所以呢 我在這裡 特別很鄭重的 很正式的 向大家來推薦他 各位如果想 學習八字 就跟吳上玉老師報名 絕對不會有錯